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编农 那昨天我们有跟大家分享了这个雷神的新技能以及他的这个变身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的话呢,可以点右上角影片来看详细的这个资讯 那这个呢,是他的这个变身 那技能的部分呢,大家也可以来看一下 这些东西呢,昨天我们已经在这个影片里面有提过 我们这边就不再重复了 那么这一个礼拜的更新呢,除了这个之外 他里面还更新了一个东西叫做蜂龙的这个突袭 那这个是雪蒙突袭 那这一次呢,林德拜尔的突袭 他一样跟之前一样都是会掉落一些 譬如说纸记啦,纸妆啦,这个技能书 或者是这种蜂龙盔甲,龙之心 又或者是最常见的这个红布纸布 那这个东西呢,他的难度一定是比目前现有的地龙,水龙再往上去 所以有可能是更高阶的这个雪蒙,你才能去参加这个突袭这样 好,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关于他的便利性的一些改版啦 那这一次的改版总共是调了两个地方 首先是PVP的分数的计算 如果以现有来讲的话呢 大概是根据你的这个击杀 以及你的这个伤害量去计算排名 计算这个分数的多少 那之后呢,改版之后他会根据你的这个 在双方之间的这个战斗的这个状况 来计算不一样的这个分数的这个方式 所以这个部分呢,等之后更新,我们再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第二个呢,就是栏位不够用的问题 现在还是很多人觉得说,这个技能真的是太多了 栏位都不够用 尤其是枪手啊,法师这种职业的真的是很麻烦 那改版之后呢,他会多出一个栏位 你可以在里面去制定想要放什么的技能 像他这边还有这个加的按钮 可能是你可以再去调整这个栏位的数量吧 那这个详细的话呢,要等官方正式的公布的时候才知道 目前看起来应该是可以多更多的这个栏位可以去使用 大家看一下 所以目前来说呢,官方揭露的资讯并没有太多 那我觉得官方主要的这个内容啊 他们还是会放在8月22号的直播里面 所以到时候我们会再整理新的资讯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台版距离改版还有一段时间 如果有在韩版的玩家呢,请记得持续关注我们频道 那么这影片呢,我们就分享到这边啦 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还没有帮我们按赞订阅呢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以及分享 那么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咯,拜拜!